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的主播马灵鼠。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频道,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案件。 2013年5月15日,原本平静的黄岛区尹珠街道大荒村,响起了阵阵警笛。 黄岛公安分局街道报警称,大荒村一出租屋内,一女子被杀,专案组迅速成立,随着调查的深入。 专案组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锁定为一名红衣女子,但由于监控分辨率较低,女子的容貌沉迷,此时案发现场的一部手机成了破案的关键。 通过对手机中暧昧短信发送人的详细询问,最终找到了犯罪嫌疑人,揭开了一个由婚外情引发的血案真相。 2013年5月15日中午十二时许,黄岛区尹珠街道大荒村一幼儿园内,一名老师正焦急地打着电话,电话那头一直没人接听。 按往常的情况,李月花早上七点多将孩子送来以后。 11点就该来接孩子回家吃饭,为什么12点多了还没来呢?打电话也没人接。 李月花是一名学生的家长,家住大荒村,每天中午11点,都会准时把自家孩子从幼儿园接回家吃饭,下午再送回幼儿园,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。 打了几遍电话见没人接之后,老师就把孩子带到了餐厅,一下午,老师都没有接到李月花的回电。 时间很快到了下午4点,学生家长们纷纷到幼儿园来接孩子,但是李月花仍没有来,再怎么忙也应该来接孩子的,至少也会来个电话说明一下情况。 老师打了那么多电话,他一个也没回,也不来接孩子,有点不合常理。 老师越想越别扭,就询问孩子知不知道其他家里人的电话,孩子说出了父亲的电话。 下午5点多,孩子的父亲田宝君急匆匆赶到幼儿园,将孩子接走。 田宝君对老师说,他也给李月花打过电话,也是没人接。 田宝君抱着孩子往家赶,他厂子里的活还没干完,是偷偷跑出来的,回去晚了,肯定会被领导批评。 田宝君租住在大荒村的一处平房内,快到家时,远远就看到,大门虚掩着,在家干什么呢? 也不知道接孩子,电话跟板是一样,田宝君吆喝道。 可是屋内并没有人回答,以为李月花在睡觉,田宝君放下孩子,就走向屋里。 很快,推门进屋的田宝君跳了出来,抱着孩子,跑到了大门口,紧接着颤颤抖抖地拿出电话,给110报警,说他老婆死了,浑身是血,叫警察快来看看。 接到报警后,黄岛公安分局引诸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,引诸派出所民警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封锁,并对报案人进行询问。 随后,黄岛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也赶到,黄岛公安分局的代办领导同时抵达。 经技术民警现场勘察,死者头北脚男,仰面躺在靠北墙东西放置的双人床上,胸部,背部刀伤共计十余处,床下及床上被子,床单有大量血迹,现场无翻动痕迹,门窗无破坏痕迹。 为了侦破这起性质恶劣的入室杀人案,黄岛公安分局会同青岛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成立了专案组。 死者是一名女性,却在自己家中身中十余刀,没有被性侵,家里也没有被翻动的痕迹,也就是说既不是为财杀人,也不是为色杀人,专案组民警判断,还有一种情况为仇杀人。 围绕这一目标,专案组民警对死者周围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。 经调查走访,死者和丈夫都是打工者,与其他人员并无严重矛盾纠纷。 周围邻居反应 死者和丈夫平时从未与周围邻居发生争吵,案发当天,周围邻居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在周边活动。 有几名群众反应,最近死者和丈夫的关系好像有点不太好,见到两人争吵过几次。 其中一位邻居对李月花被人杀死了很是惊讶,说他一天都在家,怎么没有听到一点呼救的动静。 李月花被人杀害时无声无息,肯定犯罪嫌疑人与李月花实力对比悬殊,李月花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。 由此,专案组民警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一名男性,并且应该是一名李月花认识的男性。 由此,专案组民警怀疑,李月花丈夫田宝君有作案的可能,并且案发前几天,两人的争吵也使专案组民警加深了对田宝君的怀疑。 在专案组民警对李月花的社会关系和邻居进行走访调查的同时,负责现场勘察的民警,也对整个犯罪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察,希望能从现场的痕迹中找到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蛛丝马迹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负责勘察的民警在房门北侧窗旁立面上,提取了一枚钳血纸印,在室内东西墙之间的挂绳上,有三条手巾,技术人员发现一条土黄色毛巾上,两面均燃有血迹,所以进行了原物提取。 现场提取了钳血纸印和毛巾上的血迹,无疑给破案工作找到了突破口,专案组民警迅速对血迹进行DNA检测,对钳血纸印进行比对。 经鉴定毛巾上的血迹DNA是一女性DNA,并不是受害人的DNA,现场发现非死者的血液,这无疑给专案组民警一个信号,犯罪嫌疑人可能是一名女性。 或者犯罪嫌疑人中至少有一名女性,而毛巾上的血迹应为嫌疑人所留。 专案组民警还在案发现场不远处,发现了一处私人监控,而监控的范围,大致上能够覆盖盗案发现场周边的南北路上。 由于这条南北路较为狭窄,平时从这里经过的人员比较少,专案组民警连夜调取监控,发现从上午7时至下午5时,并没有男性进入犯罪现场。 专案组民警通过女性DNA和没有男性进入犯罪现场附近这两点,基本上排除了死者丈夫田宝君的嫌疑。 通过尸检报告,死者李月花喉咙部位被戾气所伤,也从侧面说明了案发时,周围邻居没有听到呼救声音的原因。 专案组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发现,当天上午87分,一个穿浅红色上衣的女子,由北向南进入画面。 80时19分5秒,该女子由南向北离开。 80时52分41秒,该女子又由北向南进入画面。 90时55分18秒,该女子从东侧的胡同出来,来到西侧的胡同,后向北离开。 该女子先后两次来到现场附近区域,其中第二次进入后,足足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。 结合时间段分析,该女子作案嫌疑较大。 但由于这处私人监控的分辨率较低,加之监控安装地点距离案发现场较远,因此这名红衣女子的相貌模糊,根本看不清五官。 找到这名红衣女子,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,专案组民警调集精锐力量,全程搜索这名红衣女子的身影。 专案组民警在整理案发现场的物品后发现,死者李月花的手机, 除有其丈夫田宝君和幼儿园老师的多个未接来店外, 还有六条短信,短信是一个名叫李自荐的人发送的。 民警查阅短信后发现。 这几条短信有些过于关心,甚至有些短信内容早已超越了朋友之间的关系。 不管发短信的人与受害人是什么关系,这个人必须列入侦查和排查的范围。 专案组领导得知短信这一消息后指示, 5月16日一大早,专案组民警继续对红衣女子进行追踪的同时, 对李自荐展开了调查。 专案组民警调查了解到,李自荐也是租住在大荒村的一名外地人, 已婚,两家关系一直很好,他们两家人彼此之间都非常熟识,都是朋友。 民警在对李自荐进行询问过程中,发现他非常紧张,目光躲躲闪闪,还一直流汗, 结合民警掌握的暧昧短信的信息,基本能够判断李自荐与李月花的关系不一般。 专案民警介绍,但当他们多次询问李自荐与李月花是什么关系时, 李自荐坚持称只是朋友关系。 当罢案民警将暧昧短信的事情告诉李自荐后, 他终于告诉罢案民警,他与李月花是情人关系, 他的妻子王芳知道两人之间的关系,并多次跟自己吵闹。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红衣女子,而王芳也是女的, 从身形上看,红衣女子与王芳身形相似, 这名红衣女子会不会就是王芳, 办案民警随即询问李自荐,王芳是不是有一件红色外套, 最近还穿过。 听到民警的话,李自荐吃惊地问民警怎么知道, 早上出门的时候,还记得他穿过, 下午他回家的时候,好像没有穿。 于是,专案组民警马上采集王芳的指纹, 并对其家中进行搜索, 在王芳家中,提取已洗刷的白色旅游鞋, 鞋底的血迹经检测,正是受害人李月花的。 同时,指纹比对结果也出来了, 现场的前血指印与王芳左手拇指纹一致。 王芳为凶手无疑。 5月16日下午5时,专案组民警依法对王芳采取强制措施, 王芳也如实交代了自己因丈夫与李月花的暧昧关系, 一时冲动而采取的极端行为。 至此,这起杀人案在接近24小时内被侦破。 在审讯过程中,犯罪嫌疑人王芳讲述了整个过程。 2012年下半年,王芳在洗礼私件衣服的时候, 从她的口袋里拿出了李自剑的手机。 此时,手机来了一条短信,一看是李月花发的短信。 出于好奇心,王芳点开了短信。 这一看,王芳就意识到李自剑和李月花的关系不一般, 因为短信的内容过分暧昧, 李自剑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。 王芳当晚就将短信的事与李自剑沟通, 李自剑不承认,心怀一丝希望的王芳也没有继续纠缠下去。 2013年初的一天,王芳回到家中, 听到屋内有人说着话,仔细一听。 是李自剑和李月花的声音。 王芳悄悄进了屋, 看到李自剑和李月花两人抱在一起, 行为亲密。 见事情败露, 李自剑索性承认了自己与李月花好上了的事情, 夫妻俩大吵一架后, 李自剑提出要与王芳离婚, 但王芳不同意。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 田宝君也隐约知道自己妻子和李自剑的关系, 于是就经常与李月花吵架。 2013年5月15日一大早, 送孩子上学后的李月花在街上碰到了王芳, 就约王芳到自己家谈谈。 一进家门, 李月花就开门见山地告诉王芳, 自己想要和李自剑结婚, 希望王芳能和李自剑离婚。 两人你一句, 我一句地吵着, 越吵, 王芳心里越不是滋味, 最后摔门而去。 王芳在路上便有了杀人的念头, 于是就到商店买了一把水果刀后, 返回李月花家中。 见王芳却而复返。 李月花也十分吃惊, 但还没来得及询问, 自己的咽喉部位就中了一刀, 随后王芳疯了一样在李月花身上, 连筒十几刀, 自己的手也被割破了。 冷静下来的王芳, 见到死去的李月花十分害怕, 就离开了现场, 将身上穿的带血的红色外套, 扔到了村里的垃圾厂后回家, 将穿的带有血迹的白色旅游鞋洗刷干净。 一场婚外情引发的血案就这样发生了, 两个家庭随着冲动的水果刀举起的那一刻破碎了, 两个家庭中的孩子就这样失去了自己最亲的人。 假如不发生婚外情, 假如发生婚外情后能够及时收手, 假如发生婚外情后, 当事人不步步紧逼, 或许惨剧就不会发生。 在这起案件侦办结束, 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的严惩后, 办案民警再次与记者谈起这起案件时, 仍然十分惋惜。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底线, 是一个不能被触碰, 一旦被触碰就要受到惩戒的红线。 在不触碰法律这条底线的同时, 更应该追寻道德这条更高要求的线。 绝大多数犯罪行为的发生都是法律和道德被同时践踏, 道德被首先抛弃而发生的。 因此, 道德必须在整个社会中被提倡, 法律必须被敬畏。 好了,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 我是主播马林鼠,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 unusual非常明显的大家知道吗。 您 的非常明显的indi性, 您可以照顾一下之后, 您记得完成完整。